根据调查 台湾人每年平均购买600万只手机 但买了新机 旧的手机该怎么回收呢 现在只要送到手机业者 或者是县市的环保局 就有机会换新机 还有大奖等着您 108年是2.3万只手机 那109年是3.7万只手机 那我们设定今年的目标 希望能够突破到5万只的手机 为了促进资源循环 鼓励民众回收废弃手机 环保署从108年开始 定定每年10月为手机回收月 每年都造成相当大的回响 今年更结合品牌 电信 便利商店等单位 共同举办线上线下的回收活动 透过我们这样的活动 来做回收 还可以加码抽奖 环保署提醒 在回收废手机之前 记得先删除个人资料 或者是恢复原厂设定 回收并且登陆问卷之后 就可以参加抽奖 而且也会提供加码优惠 鼓励民众共同响应 朝回收5万只手机的目标迈进 解从华 参谋报道